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5号,我现在是在山东烟台龙口 我经常给大家发龙口东海旅游度假区里面的视频 然后有粉丝问我说龙口其他的地方什么样 然后我今天正好来西城,给大家看一看龙口的西城 什么样,然后这个西城它的城建都比较老 然后它这是一个老城区,因为我对龙口可以这样说 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是从18年开始 每年的夏天都来这住上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 我一直是在北京了 然后我就是知道多少跟大家说多少 这就是龙口的西城区,大家看它的城建是非常老的 看到没有,都还是那种九几年或者是八几年的城建 都是这种老房子,看到没有 然后这条街呢,是这个振兴路吧,这条街一样 然后看到没有,这城建是非常老的 龙口是烟台下边的一个县级市 它是一个县级市 这条路叫振兴东路,这条路叫龙海路 它是一个县级市 还不是一个地级市 但是龙口发展的真的是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儿它是西城的老,它是属于西城,是一个老城区 如果咱们去它的那个东城看一看的话 那边的城建啊,都是比较新的 那边全部都是新建的 它龙口呢,应该 我听说啊,龙口是什么五城联洞 它应该是分老黄县 然后龙口 东城,西城,还有一个东海 这是我所了解到的啊 但是东海呢,又离这个地方 又离这个,离西城这儿 差不多有十三四公里 然后东海离东城的话 差不多还要远一些啊 二十公里左右吧 说实话,如果在龙口 东海旅游度假区的话 去趟东城,还不如 还没有去趟蓬莱那个近 它离蓬莱是非常近的啊 然后龙口就是 它东城发展的非常的好 然后老黄县呢 也是一个老的县城 然后它发展的 它的东海旅游度假区里边 它是独立出去的 然后东海旅游度假区 和这几个地方是分开的 中间还隔着好多村庄 还隔着很多的这个田地啊 它这几个地方 说实话都没有连在一块 然后我前两天坐船去大连啊 就是从那坐的船 从往前走啊 呃那边 这儿就能看到 柯云站两个字啊 就是从那坐的船 西城这边 它也是靠海的 呃前边就是海 这条路叫龙海 龙海路 往前走就是海 然后我昨天不是给大家拍了一个 三居室的那个样板间吧 也是在西城看的 那个样板间不是在 呃东海旅游度假区里边啊 是在西城的西海岸 挨着那个海岸华府那边 也是一个海边的房子 他卖三千 三千多 三千七八 呃比前些年 比比17年18年那会儿要便宜了 17年18年18年那会儿啊 这个价可买不着 呃很多人问我啊 说是现在来这个龙口买房子 这房子什么价啊 他这儿的房子说实话18年 据我所知18年的时候是 房价最高的时候 然后这两年因为是因为前两年 疫情的原因嘛 然后疫情结束之后呢 这个东海里边的房子啊 都很便宜 尤其是买二手房 现在更划算 十多万就能买一个二手房 就是这样 好你看人家这边停车呀 地儿大 这些车都停的马路压在上边 然后他这边是一个小公园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龙口港客云站 坐船就在那 然后那边海边上 还有一个造船厂挺大的 这就是龙口这个西城区啊 城建比较老 但是龙口作为一个县级市来说啊 发展呢 还是非常好的 在山东省啊 这个龙口的GDP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啊 然后这个龙口不是有一个南山集团吗 这南山集团可是在山东省数一数二的啊 可能最近这几年是在山东省数一数二的 可之前可能是在这个全国都能数得上号吧 这个南山村的相当于南方的那个华西村啊 一个华西村一个南山村 说实话 这个作为一个县级市来说 发展的真的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好了 那这个视频呢就带大家看看吧 我这走路过来的 车停在那边了 然后在这 我说实话 我对西村区也不是特别的熟 就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带大家看一看 然后只能看这么多了 以后如果再开车去东城的话 一路给大家拍一个视频啊 那好了 这个视频呢就跟你分享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见